书童解读 女驸马 冯素珍小时候妈妈就过世了,跟着父亲与后母长大。 但在妈妈过世前,冯素珍被安排与邻居的男孩订了婚, 那个男孩叫李道婷,冯素珍与他一起长大一起学习, 两个人是青梅竹马,几年后冯素珍慢慢长大了,长得越来越迷人。 后母每天看着她的模样,心想凭这个女孩的条件一定可以嫁得更好, 甚至嫁进镇上的富贵人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嫁给那个穷小子呢? 她看李兆婷越看越不顺眼。 有一天直接嫌弃李家实在太穷了,根本配不上她美丽的妓女, 接着千方百计否认这门侵蚀,甚至完全不与李家来往, 连说话都不愿意,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 另一方面,想尽办法认识大户人家, 打算安排冯素珍嫁到官家当媳妇,最理想的就是上书令刘文举的儿子。 冯素珍对于后母这样的安排非常痛苦, 她与李兆婷的感情已经很深厚了, 但是后母一直反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李兆婷要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但是她家很穷,连路费都没有,冯素珍知道李兆婷没有钱, 偷偷把自己存下来的零用钱全部送给李兆婷, 让她准备出发。 冯素珍的后母原本料定李兆婷没可能去京城参加科举, 突然听说她过几天要复考了, 马上怀疑世纪女案中帮助她, 心里一阵紧张,赶紧收买衙门里的人, 将李兆婷以小偷的罪名抓起来关进监牢里, 并且将案子一天拖过一天,完全不处理, 存心让李兆婷待在牢里错过考试日期。 李兆婷在狱中急得不得了, 眼看考试日期就要到了, 但是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冯素珍知道这一切都是后母设计的, 目的就是不让李兆婷去考试, 她拜托所有人把李兆婷救出来, 但是都没有用。 眼看考试日期快到了, 为了不耽误李兆婷的前程, 冯素珍决定女扮男装, 以李兆婷的名字代替她去考试, 心想如果考上了, 就有办法把李兆婷救出来。 由于冯素珍从小与李兆婷一起学习, 两个人都很优秀, 结果, 才华出众的冯素珍在电视中了状元, 她高兴极了, 急着收拾行李, 打算在皇帝召见之后马上回家把李兆婷救出来。 没想到在皇宫里, 皇帝看状元一表人才, 长得聪明又英俊, 非常满意, 立刻想招她做驸马, 把公主嫁给她。 冯素珍当场非常吃惊, 不知道如何反应, 如果答应的话, 结婚当晚就会被拆穿, 如果不答应的话, 恐怕对自己很不利, 甚至可能因为习君之罪被杀头, 她的心情很复杂。 不敢同意也不敢反对, 在一切被动的情况下, 被留在宫里等待与公主成婚。 几天后的新婚之夜, 冯素珍初次与公主见面, 公主是个非常美丽的少女, 冯素珍看着单纯又无辜的公主, 越发觉得愧疚, 认为自己真是伤了公主的心, 更不能错下去了, 于是鼓起勇气把一切都说出来。 公主知道自己竟然嫁了一个女子, 刚开始非常震惊, 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听了冯素珍的故事后感动得哭了, 她很同情她, 愿意帮助冯素珍完成心愿, 于是以巧妙的办法告诉了皇帝, 皇帝知道一切后非常不高兴, 但是看在公主的面子上勉强原谅了冯素珍, 还成全了她和李兆婷的婚事。 不久李兆婷被无罪释放, 最终与冯素珍结了婚。